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之余品牌意味着什么? 李宁财报点名,与L采访所演艺曲同工。 品牌请明星代言大众都已经习以为常。 但就如人分369等,明星咖位也是壁垒分明。 请一位优秀的与品牌契合的代言人,对品牌发展无疑有着莫大的助力。 这其中,品牌挑明星,明星也挑品牌,在双向不易中,也是好戏不断。 有明星因代言品牌低端被潮,有品牌因迁到某明星而欣喜若狂,归根结底是价值的体现。 而在新时代,先锋艺人的出现,也为明星代言诠释出新意,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 肖战因超高的知名度和超强的带货力度。 被官方认定为商业价值TOP级艺人。 商家为求肖战代言也是排起了队,至即其出。 能够签约肖战的品牌无不开怀。 借某品牌老总的话说,做梦倒笑醒了。 知音请到了肖战就宛如请到了财神爷, 无论是品牌知名度还是业绩都会有一个跨越式的飞升。 这里暂且不谈传统明星代言的作用, 知谈当下,营销也难以达到的破壁。 肖战以一己之力架起品牌与客户的桥梁。 如今不同网日,因网络的发达,手机的普及, 电视已不是人们的必需品。 人们有诸多方式方法娱乐身心。 传统的电视广告再也无法一息之间达到家喻户晓的效果。 人们有的看短视频,有的玩游戏, 有的看小说等等,娱乐方式的增加。 也形成了诸多壁垒,令广告价高却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。 所以当下市场稀缺的事如肖战这般有超高关注度与号召力的, 能够直接建立起品牌与大众之间联系桥梁的明星。 以李宁为例。 近日李宁财报爆出,交出了超出市场预期的答卷。 营收、净利润、毛利率都超出市场预期,净利润更是达到近20亿的高度。 这在疫情后,世界各国都经济低迷的环境下,这份答卷着实亮眼。 财报中也点名肖战这位品牌全球代言人的影响力, 有效接触和吸引了更广泛的消费群体。 讲真,这句有效接触和吸引真是输位难得。 要知道明星关注与直接购买是有着天壤之别的。 在商场中可以说每个品牌都有代言人,你会产生购买欲吗? 大多都是看一眼云淡风轻的飘过。 但肖战凭借超高的外在与实力魅力, 总是能令人驻足赞叹,进而吸引产生购买欲。 加之以超高的国民度和庞大的粉丝群体, 另无数人只要是生活所需就毫不犹豫地购买。 这份吸引力与信任度铸就的桥梁真是放眼, 内鱼绝无仅有。 难怪有业内把内鱼分为肖战和其他, 真是有着质的区别, 也可以说是next level。 这也是李宁连迁肖战三年的原因之一, 这种层次绝无仅有。 这一点在影视方面也是一样。 在不久前的L采访中, 肖战曾说过表演是跟观众沟通的桥梁。 他不刻意追求演戏的技巧, 却助力于打动人心, 就是为建立这座与观众之间的桥梁。 这与商务代言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 有了这座桥梁, 赢得观众的喜爱, 进而赢得信赖就是水到渠成之事。 到如今, 无论是商务, 杂志还是影视, 肖战都无需过多和长久的宣传, 就能吸引海量的关注和取得傲人的成绩。 就是因为肖战凭着人品实力建立了信誉与口碑, 铸就了稳固的信任桥梁。 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, 真情难觅, 人与人之间见人性, 难见真爱。 而肖战于万千人间却建立起这世所珍贵的信任桥梁, 他不红谁红, 他不火谁火。 我们下山未见的信任桥梁, 这次是回音乐建议。